甚至9月12月6日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1號 星期六 歡迎收聽今天的新民 我們先看兩項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據以色列國防軍消息 10月18日 哈馬斯最高領導人 Essi-梅爾哈尼亞的兒子 Essi-姆·哈尼亞 17日在以色列國防軍對加沙的襲擊中喪生 多方報導引證了這個消息 據消息指 哈尼亞的兒子哈茲姆 在去年7月獲得許可 和家人一起通過拉法過境口岸 離開加沙 在土耳其和家庭成員團聚 之後他繼續出入加沙 而哈尼亞自己就躲在卡塔爾的豪宅中 遙控指揮哈馬斯的襲擊行動 同時阻止加沙地帶的民眾 按照以色列的呼籲撤離前往南部 並在撤離的路線 報出爆炸品阻嚇民眾 有報導指 以色列在10天的反擊行動之中 已經至少有13名哈馬斯各級領導人被斬首 但是斬首最高領導人哈尼亞的兒子 珍攝的效果更強 哈尼亞早已列入以色列的暗殺名單 海外時事評論人士塞聖均 在前推特X平台發文 兒子被以色列軍清除 但是對於哈尼亞本人 有思考說以色列並不打算直接殺他 而是計劃在卡塔爾活捉 將他捉回以色列受審 抹出這次哈馬斯恐怖襲擊背後的指使者 塞聖均說 活捉納粹分子和極端恐怖分子 受審後 將他們送上繞營台 這就是以色列人理解的公義 以色列軍方19日宣布 連夜在約旦河西岸展開特襲反恐行動 20日凌晨就會結束行動 已經逮捕了80多名被通緝的疑犯 其中包括63歲的哈馬斯恐怖分子 曾經擔任哈馬斯在約旦河西岸 官方發言人的約瑟夫 也在被捕之列 以色列安全局向CNN證實 約瑟夫涉嫌代表哈馬斯行事 約瑟夫是一位在恐怖分子中 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 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有一席地位 曾經多次被以色列部隊逮捕 並且總共在以色列監獄 渡過了24年 以色列展開上述行動的同時 正在逐漸由加沙地帶 向約旦河西岸蔓延 以色列經濟部長巴卡19號對外透露 以色列政府安全內閣 已經表示同意 只要地面部隊準備就緒 隨時都能進入加沙 就算要花一年時間 也不惜一切代價消滅哈馬斯 哈馬斯在加沙 修建長達500公里的地底隧道 可能成為以色列軍隊進攻的致命傷 但是巴卡強調 以色列不會害怕 他仰言 以色列政府已經決定 殲滅哈馬斯是首要任務 誓言要將那裡 變成哈馬斯最大的墳場 以色列國防部長 加蘭特19號 試冊邊境部隊 並且向他們表示 很快就會從內部 見到加沙地區 暗示地面攻擊即將展開 總理內塔利亞胡 就發表自己和士兵的影片 承諾會贏這場戰爭 他在官方帳號發表的影片說 我們和勇士在一起 我們已經準備好 看來 伊朗對以色列軍隊的地面攻擊 相當緊張和焦慮 伊朗電視台大肆宣傳 圍攻以色列大計 伊朗最高領袖哈馬尼 19日再發出恐嚇 說以色列可能會面臨 飛彈和無人機 由四面八方進行圍攻 說也門青年運動組織 會在南部 敘利亞境內的 和伊拉克的民兵組織 由東部 以及黎巴嫩真主黨 由北部聯合攻擊以色列 並且說 這些行動 可能在未來幾天內發生 據報導 伊朗已經開始把彈道導彈系統 移到該國西部 目前美國向以色列軍方出手相助 已經直接公開參與 也門胡塞武裝剛剛宣布 對以色列和美國宣戰 就立即向以色列發射了三枚飛彈 19日美軍出手 美軍驅逐艦卡尼號展現神威 三枚飛彈全部被擊落 五角大樓認定 這些巡航導彈 是由紅海 在也門海岸附近向北發射的 而只是要攻擊以色列 但就被驅逐艦卡尼號的地對空飛彈 全部攔截 另外 北架無人機也被擊落 那是近期美國海軍艦艇 在中東首次遇到 非直接瞄準該艦艇的 導彈和無人機 也是美國在目前的危機 為了保衛以色列 而採取的首次軍事行動 而也門湖塞武裝背後 是以色列支持的 美國參議院19日一致通過決議 聲明堅定支持以色列和他的自衛權 並譴責哈馬斯對平民的襲擊 美國軍方較早前表示 已經向以色列提供 接近100萬發7.62毫米子彈 幾萬發30毫米子彈 預計幾天之內就能夠抵達 這批彈藥 是以色列每年向美國購買軍火的一部分 將會在接下來的戰事 可以用得著 另外 英國和德國軍方 也開始行動 英國傳奇精銳部隊 特種空勤團SAS的士兵 正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他們正在和以色列 以及美國的特種部隊 合作收集情報 可能會進入加沙救英國人士 軍方表示 救人士是英國特種部隊的專長之一 德國政府的一項重要決策 也引起廣泛關注 德國安全部門消息人士透露 已經決定向塞浦路斯部署 頂級特種部隊 來應付潛在的危機局勢 主要是為以色列和加沙地區做準備 以及為營救人士提供幫助 中共試圖借俄烏以下戰爭 改變世界格局之際 中國國內出現越來越多 威脅中共政權穩定的因素 有消息指 習近平的政敵正在行動 《大紀元》總編輯國軍 在《精英論壇》中透露 他得到內部消息顯示 中共權貴集團 針對習近平在行動 去年年底北京破獲一個暗殺習近平的陰謀 很多軍隊和安全部的人牽扯在內 牽連很多官員其中又以中層官員為主 郭軍說 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 無法核實這個消息 但外界能夠看到 金面開始對習近平的安保大大加強 和以前完全不同 習近平在境內出行都改為坐火車 不搭飛機 貼身的警衛團隊也增加到將近500人 郭軍還透露 從3、4個不同的來源得到的消息說 中共內部現在反習勢力在聚集 基本都是紅二代、紅三代 以及官二代、官三代 這一批人過去20年發了大財 聽聞不少有上萬億的資產 但是現在習近平的政策 斷了他們的財路 這是他們反習的關鍵 這些人反撲的主要辦法就是出錢 聽說他們已經策動了好幾次比較大的行動 也就是說 目前中共政權的基本盤 都在反習近平 有人採取行動 有人躺平不配合 和習政權較量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政權又如何可以維持下去呢? 官場醞釀反習情緒 民間對中共的不滿越來越明顯 最近一本歷史著作 崇禎、勤政的亡國軍 才出版不到兩個月就被下架 這個反而令這本書在舊書網熱銷 賣出1,280元人民幣的高價 比原價上升了27倍 微博上也有人用代號轉發電子書 官方避忌崇禎和習近平的聯繫 反而就促成反效果 時事評論員方元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這是民間一種軟駁役 反映民意的沸騰 大家表達的是民間社會的憤怒 對當局的阻咒 中國社會上下都充斥著怨恨和不滿 對中共和習近平來說是巨大的挑戰 外界關注 北京是不是會趁機 與俄羅斯、伊朗和北韓聯手 挑起軍事衝突 擴大俄烏和以下戰爭 藉此轉移中國內部的矛盾 這個星期 五眼聯盟首次聯合指責中共 在全球竊取知識產權的同時 英國軍情五處負責人進一步表示 中共間諜在英國的活動猖獗 已經在網上秘密接觸超過2萬名英國人 這個數字是之前披露的兩倍 英國軍情五處負責人 麥卡納姆 這個星期 在加利夫尼亞州 會見五眼聯盟的負責人 並且史無慈禮地公開露面講話 過去 英國軍情五處的重點 是保護政府機密 免受外國間諜侵害 但是現在英國的小公司 初創企業和研究人員的成果 也可能被中共竊取 而且這些受害人 並沒有保持足夠的警惕 麥卡納姆提醒 如果你今天在技術前線工作 那即使你對地緣政治沒有興趣 地緣政治勢力 也會對你有興趣 目前軍情五處正在警告幾萬間 可能面臨風險的英國公司 他們可能成為中共的間諜目標 所以軍情五處 必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公開露面發出警告 麥卡納姆向BBC表示 我們見到了一場規模相當大的 持續的間諜活動 軍情五處發現中共特工 通過LinkedIn等專業社交網站 接觸了超過2萬英國人 企圖培養這些人 謀取敏感資訊 去年軍情五處還發現了20多宗 中共公司企圖通過投資或其他方式 來獲取英國公司和大學 開發敏感技術的事件 我們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激進分子 在法國和比利時發動襲擊後 歐盟國家的內政部長 20號在盧森堡表示 他們希望加速遣返被視為危險的 非法居留的外國人 星期一晚在布魯塞爾 兩名瑞典球迷 被一名勒令離開比利時領土的 激進特尼斯人殺害 還有一人受傷 歐盟內政事務專員約翰遜表示 對一個歐盟成員國的安全構成威脅的人 也會對另一個成員國的安全構成威脅 那就是為什麼 應該必須立即遣返這些人 歐盟2018年 提出了一項修訂現行遣返指令的議案 對那些構成公共安全威脅的 非法居留的第三國國民 成員國禁止被他們自願遣返的期限 瑞典內政大臣斯德羅密說 我們成員國都有義務 有效地做到這一點 不過該指令在歐盟議會受到阻撓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希臘斯敦促 希望歐洲議會通過他們的共同立場 現在是時候這樣做了 比利時庇護及移民事務大臣 迪木爾也呼籲歐盟 採取更強力的做法 達成更強力的遣返政策 並且強調 有必要就歐盟移民 和庇護協議進行談判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 就強調 歐盟移民改革的重要性 10月19日 法國警察開始在街頭 拘捕違反禁令 公開支持哈馬斯恐怖主義的 巴勒斯坦人 最近德國媒體調查結果顯示 71%的德國人認為 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移民 對德國構成巨大威脅 62.5%的人認為 在德國 美化哈馬斯恐怖分子 和他們的支持者的人 應該受到懲罰 荷蘭警察日前驅趕了 幾個為哈馬斯發聲的人士 當中有男有女 網民評論說 民主國家有言論自由 但是沒有支持恐怖主義的自由 英美在內的51個國家 在星期三十八日 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表聯合聲明 敦促中國停止在新疆的 人權侵犯行為 中方反駁英美少數國家 對中共無端自責 又搬出巴基斯坦等72個 中共的友好國家 他強調這些國家都支持中方 在新疆、香港、西藏議題上的立場 英國上駐聯合國副代表 詹姆斯·哈里烏基 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 代表51個國家發表聲明 提到聯合國去年 對新疆人權情況做出評估 發現當地 有大規模任意拘禁 和系統性監控的證據 他們還嚴格限制文化和宗教活動 破壞宗教場所 更出現酷刑、虐待、性暴力 強迫墮胎和絕育 和強迫失蹤和強迫勞動等情況 卡里烏基說 評估的結論是 當地政府的行為 可能構成國際罪行 特別是反人類罪 評估結果發佈已經年多了 但中共想未對調查結果 進行任何具建設性的討論 參與行動的51個國家 有英、美、加、法、德等西方國家 這個行動也得到利比利亞 尼迪馬拉、巴勒貴和菲製等 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支持 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反駁 宣稱英美等少數國家對中共無端自責 將軍又搬出72個友好國家 表示巴基斯坦代表這72個國家發言 支持中國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問題上的立場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 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中國經過多年滲透 已經成功在聯合國組成了惡人聯盟 和民主陣營對壘 這72個國家都與中國有著利益的關係 他說中共針對維吾爾民族所推行的種族滅絕 和反人類罪應該遭到法律的追責 中共需要對抗西方維護民主、人權價值的這些國家 那怎樣來對抗呢? 那就只有找到和自己一樣的 專制迫害人權 甚至在經濟上特別依賴中國的這些國家 一起聚集、抗衡、民主社會 迪里·夏提最後表示聯合國應該改革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他說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現在已經成了中國政府對抗民主社會 炫耀自己的政治平台 對於上星期中國在爭議聲中 連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迪里·夏提表示自己的擔憂 他說中國政府利用經濟上的滲透 分化新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他已經看到自己預期的目標了 那我們會擔憂中國進一步的這種滲透和分化 不僅是人權理事會 甚至其他的聯合國的各個部門 都會遭到中共政府的滲透和分化 逐步地失去它原有的價值、原有的宗旨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再會